大家好我是Liu 接下來看保加利亞對上印度斯坦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算是比較全能型的文明 這幾天的黃牛杯比賽看起來數據 印度斯坦出場率極高 因為他真的是很全能 在打比賽之前我很多影片都提到印度斯坦是很全能的一面 很全能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畢竟打到什麼都可以康可 打光兵就是古拉姆 火槍兵的話可以打步兵 他又有這個駱駝 所以本身來說印度斯坦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印度斯坦的話城堡斯大概又有這個便宜的村民可以產 所以人口暴經濟來說也比較沒那麼有壓力 這一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我這邊是選擇保加利亞 因為保加利亞這個文明算是即使是高手也有點難駕馭 我覺得 就是他能駕馭的程度並不像其他文明這麼好駕馭 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是一個經濟很好的文明 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他有這個城市中心石料-50可勝 就50 神50石頭而已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優勢在 但相對著他的強軍勢非常厲害 他這個升攻防速度是可以提升80%的 而且這是團隊效果 只要你隊友裡面有保加利亞的話 這個每一個玩家 隊友的玩家都會增加這個兵工場的一個升級速度 所以打一個前期快攻壓制的話 是有一定的優勢在打 好那這邊又選擇使用這個 弓兵加長槍兵的一個前壓 好那這邊前壓有一級射的弓兵 其實對印度斯坦兵我有點小小壓力在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還沒有點下射電場 好那只能先暫時把這邊果樹區的村民拉走 那這邊把木桶還在居發 然後這邊又是沒有打算要把自己加圍死的 看起來是稍微圍一下 然後先全力出兵進攻 這個打法我覺得蠻我壓制力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 印度斯坦是沒有打算要出太多兵 這裡也沒有補這個馬舊 可能是打算要使用純戰毛防守 然後加長槍兵而已 好因為畢竟右這邊也沒有出這個戰毛 好那寶甲莉亞的話有缺點喔 弓兵是非常悲劇的 他的弓兵是不能升級奴兵的 所以這些弓兵喔 從這遊戲開始到帝文時代還是弓兵阿 完全不能升級為奴兵喔 所以這弓兵也不能按太多 你多按個七八隻就極限了 好 但是寶甲莉亞它有個優點 就是這個重裝馬弓 寶甲莉亞是可以打的 而且他也有母子環這個安琪人戰術 什麼都有 所以寶甲莉亞他也可以打安琪人戰術 重裝馬弓 然後配大衝車喔 所以寶甲莉亞大衝車也是有的 這個戰術來說算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對於銀雕拿馬弓的情況下 打弓兵的情況下 那寶甲莉亞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奇兵攻擊速度也是全有戲裡面最快的 他只要提升這個銀貫馬登技術之後 可以增加33%的攻擊速度 所以剛剛那個馬弓戰術喔 加上這個大肉馬 所以算是蠻厲害的 好 那英德斯坦這邊覺得自己有可能來不及 先壓下了一座瞭望台 那我覺得優這邊有讓對手逼出一個瞭望台 就已經很賺了 那瞭望台一個要125石頭 那對於上城堡時代 如果要開TC的話一定要去挖石頭 不然要靠買賣 勢必會讓英德斯坦這邊經濟會傷到一點點 那這邊我覺得優的他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就沒有在追出太多兵喔 但他自己家裡經濟很好啊 哇他家經濟怎麼這麼好 呵呵 22肉 然後七斤 欸 哇這個優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個經濟爆很快 哇靠 然後這邊還點到兩村了 好 這裡有一隻南村民直接殞落 工兵找機會反擊 但是這邊沒有碰好 一隻工兵送掉了 三隻戰馬繼續硬碟 然後三隻伺候也在點 好這邊毛兵點的還不錯 點到三隻 好那這邊常常兵被這個劍塔射死 好尷尬 好那保加利亞這邊是有點下這個 馬的攻擊的喔 一攻一防都有 所以目前戰馬對於其伺候來說 沒什麼殺傷力 這個毛兵很薄啊 但是印度斯坦這裡也沒有按下了更多戰馬 好凡是 去應手 先把這個房子去蓋一下 但這個房子沒有蓋完喔 血量可是少 右這邊會一點房子嗎 呦 再硬點 但是這邊有點被 陸閃這邊守下來 但是右邊那個房子沒有 哎呀來不及補 這幾村可能要失敗了 來 這裡一村殘血哇死去 很快 但是戰馬也想要硬點攻兵 攻兵被點掉也沒關係了 畢竟盧斯坦 哎 畢竟保加利亞的攻兵是非常費的喔 送掉也沒差 好 印度斯坦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優先按下了兩隻駱駝 要來解這些刺頭的攻兵 好 趕快把這個洞扶起來 哇 那這一波又拿到太大的優勢了 直接拿下了四殺 五殺 哇這裡還撞到一隻殘血的挖礦村民 哇這個 又這個手術太猛了 居然還有時間去點 看有沒有殘血村民 自己家裡經濟也顧得很好 好 那右這邊也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優先開一下TC 雙TC喔 那雙TC之後 這個挖石頭村民喔 還在挖 那這邊七村在挖 有可能是要去蓋營壘吧 看起來蠻像是要蓋營壘 好 那伊多斯坦 這邊是選擇打駱駝 那保甲烈亞這邊應該是要打長槍兵喔 長槍兵按了蠻多次 而且重裝也在升喔 好 這邊抵一下木牆之後 駱駝直接被戳爛 哇 直接戳死一隻 太狠了 又這邊手術真的很誇張 好 升到車 欸 送到這個重裝長槍兵之後 連這個護衛技術也點下了 護衛技術點下之後 就可以更好追駱駝 好 除了3TC之外 4TC也補下了 唉呦 這邊駱駝直接抓到蝕猴的一個路徑 哇 這個蝕猴沒有碰跑 直接貼到這個駱駝的臉上去了 只剩下一個蝕猴的情況下 應該只會拿去探圖了 不然就去蹲這種聖物的一個地點 去蹲對手的一個遺跡的位置 有機會的話還可以抓到一隻聖女 直接賺一百斤也不錯 好 那印度3 城鎮中心 蓋這個位置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這邊有黃金 就有木頭 那第二個TC的話 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 或這個位置 都可以 但這個位置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裡有高地 對手很容易蓋這個銀點 還要城堡 那其他TC的話 這個位置我覺得蓋有點尷尬 因為這裡只有黃金而已 那如果要去挖木頭或幹嘛 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 蓋TC的位置 對印度來說 這邊有點小麻煩 因為其他的資源點 都是在外面 這邊可能都要插城堡才能守住 不然 蓋TC的話 很有可能就直接被射堡了 雖然這個位置也可以蓋TC 但這邊一定要插城堡 才能守住這個TC 這邊也要插一個 守住礦區跟黃金 那前提是印度斯坦要能 先守住 這一波攻勢喔 這場面怎麼按這麼多 還在按 這該不會是要打 保加利亞重衝戰術嗎 重衝配擊兵 然後直接開哺哺車 硬戳進去 那如果是這一招的話 印度斯坦沒有到地龍斯坦 沒有火槍兵的話 是守不下來的 這招是非常狠的 只靠駱駝是打不贏的喔 出古拉姆也打不太贏 因為這個古拉姆也蠻怕 記上單位的傷害喔 長槍兵的傷害也本身 是能戳穿古拉姆 數量夠多的話是可以的 好 那來看一下要怎麼打 就是我印度300還在點這個品種升級 好 把駱駝血量先提升音波 到禮百二十滴血 然後這裡有幾隻長槍兵 去對手家裡探查一下 看來要對手進行動漫無肉 哇 如果這個TC開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也是蠻難守的 而且這邊還要圍死喔 我覺得印度斯坦這邊地圖來說 稍微偏爛一點 跟右比起來的話 右感覺是好上一點點 也只有那麼一點點而已 好 那保加利亞這邊決定要欠壓了 欸 結果這個TC蓋這個位置 又剛好來這邊 應該是要來插這個銀雷 好 這邊看到TC在蓋 好 攻擊機指導索也在點 好 直接補下鷹雷 然後來射對方程槍中心 但是駱駝要過來了 駱駝過來 但是有長槍兵在防守 好 這邊點下程槍直槍之後 勝率的血量會變多 變多三隻勝率 要來 counter對手的一個單位 但是這裡都長槍兵喔 能招也是招個雞皮算帽的一個長槍兵 其實對右來說並不傷啦 畢竟保加利亞四邊有出騎兵的 那這幾家的TC還在呢 欸 結果這邊真的出衝車 好 衝車的話 最好是塞一些長槍兵進去 可以增加這個 輕型衝撞車的一個移動速度 好 但是 侯斯坦這邊趕快補一下BK 出頭車 要來直接打他衝車了 好 這邊 開始硬撞 OK 我 頭車 加衝車的連環傷害 這個TC血量掉超快 好 那這裡 可能會輪性喔 要趕快圍一下比較好 喔 馬上補下了房子 哇 這圍都已經極限了 差點圍不起來 好 拖車這邊要來過來 摘一發這村裡會中蛋喔 唉呦 哇 臨時拉走 我以為是殘血 那右邊這邊也在圍 好 但是這邊又 改變方向 直接正面衝突 直接壓在你臉上 然後經濟繼續補 哇 把自己經濟補到最難 就是把他吞 等一下要重吹吞 那印度斯坦對於長槍兵的解法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上帝王時代喔 去點這個火槍兵 喔 直接硬解就好 不然城堡時代能解 長槍兵的方式 還有頭車的話 就是頭車了 跟那個銘套 其他方法的話 對印度斯坦來說 效益都不夠好 好 那這邊你可能會想辦法 去拼到帝王時代 那如果 印度斯坦是打火槍兵的一個 情況的話 海馬公可能也不錯 因為火槍兵也怕弓箭 但是如果有駱駝太大量的話 可能也不太好打 雖然馬公還是可以秀掉這些駱駝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先去看下去喔 目前右這邊 好像 這個階段還看不出來要幹嘛 好 那印度斯坦 但應該是沒疑問的話 也是要先拼到帝王了 OK 這邊長槍兵直接戳進來 呃 這邊要硬戳嗎 沒有 對 這裡生理的數量很多 也有可能是因為 目前勝率出太多的關係喔 所以寶加利亞 又是沒有先出一些 寶加利亞騎兵出來騷擾 因為他也知道 現在出寶加利亞騎兵的話 可能被招搶掉 可能等到帝王再來出這個蠻 會更有用一點 因為數量貨兵的話 被招搶的話 就不會那麼傷了 也比較容易打得贏 這邊是點一下 馬鎧 點馬鎧的話 又要打騎兵了嘛 欸 結果是打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好 那寶加利亞騎兵還有一個細節 就是 如果對方 印度伞這邊打駱駝的話 就算把寶加利亞騎兵 打大馬 那這個騎來的步兵喔 也可以把對手的駱駝 給打爆 到這個長槍兵喔 所以如果你對 寶加利亞騎兵 只用長槍兵的話 絕對是會被打到 寶波血流 看這邊直接招長槍兵 這個手術很快 好 那這邊 TEC射掉了蠻多長槍兵喔 那城堡蓋這個位置 要來守這個石頭 但是正面沒有城堡 如果他城堡是蓋這個位置的話 還可以減掉這個營量 因為也是射不贏城堡 好 但是寶加利亞騎兵的數量 不要越多了 那帝王史達還差三四掌 好 那印度伞這邊 瞬間剪掉化學 看來是要點這個火槍喔 火槍硬點長槍兵 那如果是打寶加利亞騎兵的話 火槍兵的效果也不錯 因為下馬之後 對於這個寶加利亞的這個下馬護兵喔 也是有無外傷害 火槍兵就是這麼好用 那印度斯坦這邊的攻略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只要出長槍兵 配上這個火槍就可以了 但印度斯坦的長槍兵 是不能生到擊兵的喔 所以可能還是要 搭配一些森兵去著想會比較好 或是 嗯 長槍兵的數量夠多 火槍兵的數量也是 那印度斯坦的話 可能還要再出一些巨頭 去開拆營壘 好 帝王的模式應該就是這樣子 好 那寶加利亞這邊又 點上三級馬凱之後 點這個馬登點下 馬登點下之後 寶加利亞騎兵的攻速又可以增加剩3% 他這個文明算是全遊戲裡面喔 騎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攻速超的 連駱駝都有機會打得贏 喔 只是有機會 冰基因路斯坦駱駝有25%的攻速 以低龍駱駝來說的話 是絕對打得贏 寶加利亞騎命的 但是下馬之後 寶加利亞騎兵 步兵 能不能打得贏 又是一番回事了 畢竟這個下馬步兵很麻煩 然後這個洛駝過來 這邊沒有前進村民 但是寶加利亞騎兵直接硬敲 你看直接敲爆握駝 攻速太快了 好 那這邊點下金瑞 哇靠 這個連步兵防禦也點下 反甲都點滿了 那這樣寶加利亞騎兵下馬之後 也有一個不錯的防禦力喔 好 敏度斯坦這邊努力 再點出火槍兵 火槍兵數量越來越多 好 這邊的搭配管是火槍兵 加長槍兵的一個組成 好 那銀雷解掉第一個 開始來點第二個銀雷 好 城堡這邊解一下 OK 結果這邊僧侶要去招響 沒有在控 僧侶一直在往前走 欸 退一下 退一下 欸 這個僧侶 僧侶 僧侶沒在控 僧侶沒在控 欸 這一次 這一次 欸 欸 不對 有很多隻 那裡有很多隻 勝旅 完蛋 這邊左邊被敲出一個洞來 但是勝旅沒有控好 看來是要送光啊 唉呀 這邊慘虧喔 反來勝旅可以很好的 克制到對手的寶加利亞騎兵 如果現在送掉這麼多勝旅 可能要靠場上叮咚火槍兵 直接硬扛了 在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回頭 被寶加利亞騎兵直接給硬抓 攻擊速度超快 直接毀滅性的打擊 火槍兵要往後拉一下 不然會被敲光了 好 那這邊有長旅兵過來支援之後 火槍兵直接原地 站剛開始射擊 火槍兵數量只有11隻而已 還不夠多 看來場這邊的數量其實蠻多的 但是比較保加利亞下馬的步兵 還是蠻難打的 還是要靠火槍兵 好 但是衝箱已經上到大衝車了 這邊保加利亞騎兵上高地 站高地之後開始反打 高地打滴滴的一個優勢傷害 血量掉得非常快 長旅兵的血量瞬間就消失了 一排的長旅兵直接原地倒地 好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騎兵即使下馬之後 變成這個保加利亞下馬步兵 防武還有五啊 遠防武 雖然這個火槍兵打起來 不是五兵啦 我還我在搶害了 好 火槍兵繼續點 但是後面這些步兵沒有在動 這邊兵直接過來硬拋 沒有關係 長旅兵過來當肉盾 火槍兵直接硬點 但是左邊TC看起來不薄了 方向車有在補 右邊也在進攻 頭側也在砸 黃金直接被敲到 無法生活這裡 印度斯坦還能在狗嗎 打錯GG 哇 保加利亞 哇 右這邊打的真的是 太完美了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真的是很難打 就是你要打到像右這麼厲害其實是很困難的 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一個經濟在後面支持 才可以讓他變得這麼的精銳嗎 雖然他是一個強金式的文明 但是要玩到這麼強也是不容易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經濟 經濟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印度斯坦在封建時代插那根料望塔 所以導致城堡時代 沒辦法速度開下雙TC的關係 導致印度斯坦的村民便宜優勢 被漸漸的淡化掉 所以導致村民沒辦法一次爆太多出來 時間插就已經插了 右這邊大概 右3TC的時候也只有2TC而已 所以TC插的時間大概約插3分鐘左右 那這3分鐘時間的村民 就越插越多 經濟就完全被碾壓了 這就是保加利亞前期打強攻 但是要打到東西才行 沒打到的話就會很慘 但好險右這邊進攻算是蠻強勢的 也有讓印度斯坦這邊傷到一些經濟 還有村民也被殺了蠻多隻 光是封建時代被殺到五村 這件事就蠻傷的 那這邊遺跡 還把對手的遺跡幹過去了 直接拿到五個遺跡 就算打到後期 看起來好像有什麼太大的機會了 確實是右這邊前期保加利亞打得還不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